感谢观看 原先性的话你的支出比较大 那你贷款的话 你还有一些余额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投资干嘛的 然后慢慢缴房贷的话 也比较划算 那就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话是也是买房 然后也是有房贷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办法 不贷款买房子 头期也没有办法 贷款都是要贷三十年 才有办法买一栋房 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行政院主记处公布 一百零八年国父统计 平均每户资产净值一千两百零五万元 但若只看流动性资产 不包含受保险和退休基金 是五百二十三万元 恐怕也不足以搬钱用现金买房 的话至少七到八成以上 都会采取贷款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确实现在房价 是相对比较高 要准备这么多现金买房的人 实际上是比较少的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是因为利率是比较低 换句话说房贷利率低 现金买房机会成本很高 最新五大银行房贷 平均利率百分之1.367 对比一月台股值利率 下滑百分之2.9 但还是比房贷利率高 有现金恐怕不会直接买房 这么简单 三声里让雷听得不懂